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未恢复的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 以及向公共卫生命令下的失业工人发放收入补助 这份法案列在下议院的最新议程上 是政府希望下议院在12月中旬放冬假之前通过的四项立法之一 财政部长方慧兰曾在10月下旬概述了援助计划的大致细节 同时自由党决定结束三项针对疫情 CWS CERS CRB的特别福利 方慧兰当时表示 有关哪些工人和企业有资格获得帮助的更多细节 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自由党估计创建新的有针对性的福利 直到明年5月份将花费大约74亿元 政府需要议会批准才能使用这笔钱 而这项新福利现在已经揭晓 名叫加拿大员工封锁补助 那么新福利怎么发呢 加拿大员工封锁补助旨在位因政府实施的地方封锁 而无法继续工作的员工提供收入支持 前提是有任何封锁 方慧兰表示 未来几个月仍有可能出现临时的地方封锁 员工封锁补助每周300元 仅适用于因政府发起的公共卫生封锁 直接导致工作中断的工人 这项福利金从10月24日开始将持续到2022年5月7日 并将在政府发起的封锁期间提供 同时 哪些福利会延长呢 加拿大复苏雇工计划将延长至2022年5月7日 并有权通过法规进一步福利延长至2022年7月2日 这项计划适用于当前收入损失超过10%的雇主 此外 政府还将补贴率提高至50% 这个项目有两个部分 一是旅游和酒店业复苏计划提供公司和租金支持 酒店 旅行社和饭店补贴率高达75% 二是重创企业复苏计划帮助损失极其严重的其他企业 补贴率高达50% 申请这些补贴的企业需要通过关键的资格程序 申请人必须能够表明不仅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12个月内 而且在他们申请的月份内收入遭受了重大损失 然而如果出现新的或临时的政府强制关闭 企业将有资格获得最高限额的工资和租金补贴 无论其在疫情期间的情况如何 补贴率将持续到2022年3月13日 之后的补贴率将降低一半 直到2022年5月7日 同时根据加拿大紧急租金补贴 企业每个营业点每月可包销的合格费用上限为7.5万元 所有营业点的总费用上限为30万元 为了支持酒店和餐馆等受到严重打击的行业 政府提议修改立法从10月24日开始 将每月的租金补贴总限额从3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 其他被延长至2022年5月7日的是 加拿大复苏看户补助和加拿大复苏并驾补助 这意味着看户补贴将从之前的42周增加到44周 并驾补贴将从4周增加到6周 最新民调显示 加拿大最关心超市物价等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 已经超过了住房的担忧 总理特鲁多在11月23日的施政报告中 着重考虑加拿大人住房负担能力和托儿服务 但有专家指出方法不对 并且指特鲁多狂发福利加剧了物价上涨 IPSO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 超市食品和汽油等必需品的生活成本 是加拿大人最关心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住房问题 周日公布的这项民意调查发现 现在人们最担忧的是超市食品和汽油等必需品的价格上涨 已经超过了大流行医疗保健和住房等问题 成为加拿大人最关心的问题 作为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应该优先考虑的关键问题 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位去榜首 33%的人将这个问题列为他们的首要问题 紧随该榜首的是对大流行的担忧 27%的人认为这应该是优先事项 第三是医疗保健占25% 第四财道住房占24% 第五是经济占23% 然而当谈到解决这些热点问题时 卡尔顿大学斯普罗特商学院副教授伊恩·李认为 特鲁多周二的施政报告未能奏效 我不相信他们在计划中提出的方案能够解决问题 至于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 李说这将帮助一些加拿大人 但他不会解决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或降低通货膨胀 李教授表示 大流行是导致通胀飙升的原因 但他认为特鲁多政府狂发福利 可能稍微加剧了这个问题 他说对大流行的反应导致通货膨胀 供应链中断 进而导致物资短缺 进而导致人们抬高物价 李说 当个人开始领取CRB等大流行福利时 在某些情况下 每月所领的福利 比他们失去的工作带来的收入还要多 这扰乱了劳动力市场 李教授不是唯一一位批评特鲁多 在施政报告承诺解决生活成本和负担能力问题的人 演讲结束后 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对记者说 他想听听政府更具体的消息 我们没有听到的是一项经济计划 一项解决生活成本危机的计划 新民主党NDP领导人辛格 也批评了施政报告中的负担能力提案 认为没有回应我们面临的危机的紧迫性 疫情大流行爆发之后 加拿大将基准利率设置为0.25% 达到历史最低水位 这使得贷款利率也随之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新低 房地产市场空前火热 很多风险人士都将这波房市热潮归功于低利率 面对即将上涨的利率 加拿大人更是疯狂地涌入房地产市场 忙于锁定贷款利率 获得贷款预批 希望能够搭上这趟房市热潮的末班车 害怕错过的心理越发严重 房贷公司分险人士指出 当前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市场 正处于强势的卖方市场 对于买家来说 几乎没有机会提任何条件 很多潜在买家都感到恐慌 害怕错过低利率时代 开始要求锁定抵押贷款利率 然而房价在很多热门地区 已经相比疫情爆发前上涨了30% 11月23日上午 在安省证券委员会会议上 加拿大央行副行长Pol在公开讲话中 再次告诫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们 以及拥有大量贷款债务的加拿大房主们 一旦利率上涨 可能会带来很大影响 根据央行的分析数据 自从大流行开始以来 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 增长超过了100% 相比之下 刚需的房市买家仅增长了45% 这种投资者疯狂涌入 房地产市场的局面 在快速推高房价 Pol认为 短时间内 房价上涨的预期可能会实现 但一旦市场出现回调 那么对于那些高债务水平期间 入市的买家来说 可能将会加剧债务风险 0.2%这种超低位的基准利率 仅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 一旦利率上升 家庭债务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问题 财务紧张也会促使一些投资者 靠抵押房产或抛售房产来偿还债务 而如果房价下跌 那么对于这些投资房产的人来说 将会是更大的灾难 由于10月加拿大的通胀率达到4.7% 这是过去18年来的历史新高 预计剩余两个月的通胀率 也将在接近5%的水平 那么央行可能会比预期更早的加息 Pol表示 最快预期可能会在明年中期开始加息 最早可能会出现在2022年4月 此前加拿大商业帝国银行CIBC资本市场分析师 本杰明·塔尔在11月4日 给投资者的一份报道中写道 抵押贷款利率如果从当前水平上调一个百分点 将使房市新买家平均每月多支付230元 或额外增加12%的利息 如果利率到2025年继续保持高位 那么在大流行期间进行的大量贷款的房市买家 将会感到明显的经济压力 央行数据显示 加拿大高债务家庭的比例 已经超过2019年大流行开始之前的峰值 央行警告称 家庭的债务问题将会随着加息而变得更加脆弱 加拿大联邦农业部长近日表示 尽快结束美国进口加拿大新鲜马铃薯的贸易禁令 是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 这才让人们知道加拿大的土豆出现了问题 美国人不买全部卖给了加拿大人了 据报道 加拿大士兵检验局于周一下令暂停贸易 此前10月份在PEI的两个田地发现了感染马铃薯油的马铃薯 加拿大士兵检验局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美国通知加拿大 除非加拿大立即采取资源行动 否则他们将实施一项联邦命令 禁止从PEI进口所有新鲜的马铃薯 时间不确定 据悉 马铃薯油是一种会降低作物产量的真菌 但士兵检验局表示 马铃薯油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 农业部长告诉记者 他了解土豆对PEI经济的重要性 如果土豆卖不出去 很多居民将会一分钱收入没有 农业部长表示 正在与团队一起努力工作 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部长说 我相信我们会让美国人相信 我们的新鲜马铃薯是安全的 他们不会对他们的土壤和土地构成风险 他们也非常需要我们非常优质的马铃薯 部长说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实施暂停 是为了防止美国方面的禁令 如果从加拿大一侧停止贸易 他认为贸易将恢复得更快 我知道这很痛苦 但我更愿意控制我们加拿大方面 而不是受到美国禁令的约束 不过这遭到了PEI方面的强烈反对 PEI马铃薯委员会估计 PEI马铃薯对美国的出口价值为1.2亿元 在中医的新闻发布会上 爱德华王子岛省省长强烈反对禁令 称这是基于政治而非科学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